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殷将军 我不是吸烟探子 还请将军明察 不知殷将军找我有何事 省一个美人 不劳烦殷将军亲自动手 你不是普通美人 你是吸烟探子 按大言律 探子要受袍落之刑 将军说我是吸烟探子 可有证据 这便是证据 将军误会了 这个伤是我下厨的时候 不小心烫的 说 谁是你的主子 是不是锦王 人人皆知 梅林是锦王的人呀 你以为你凭什么受众 无非是你这张脸 与我们将军有几分相似罢了 你这伤是怎么来的 我不小心烫伤的 是个意外 什么意外 将军想问什么 问本王便是 何必要大费周章的 把本王的美人 请到这里来 他对本王没有秘密 毕竟美人身上有几颗痴 本王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本将接到密报 有人逼迫西安北人做探子 监视朝臣 手腕上就有一样的伤疤 他是你的人 他自然是本王的人 你知道本将在问什么 好吧 那些美人是本王烫伤的 为什么 红炉寺人人都知道 阿梅与本王的情谊 有人故意极度使坏烫伤阿梅 本王自然看不过去 必须要以牙还牙的抱负回去 你不用拿他当借口 景王 不是会参与这种事的人 本王是真心实意的爱阿梅 自然舍不得 他受半分委屈 你不是但于情爱之人 往年德家皇后 老大那么多 苏梅 人长大了 总是会变的 好 方才英将卷说的密太 是怎么回事 太子拿你没办法 便方照你的烫伤 解机诬陷本王 利用西烟美人笼络朝臣 基于储君之位 那些美人会不会有事 本王赢了 他们便不会有事 王爷已经想到办法了 杀张印 就可帮我们破局 是否要把你破局 还要把你破局 还要保证 他要保证 他要保证 他要保证梅林的安危 王爷放心 梅林姑娘武功高强 此事对于他来说 再简单不过了 你不懂事 兵国交往 他找我 这只是个人 不得了 你不得了 他有些人 他有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